实在非常恶劣 台南市出现了随机砸车客 那么这是停在北区兵工厂的十多台的车子 车窗通通被砸烂了 最新的现场把时间交给小琪 小琪请说 主播观众 那么就在台南市兵工厂的停车场 居然出现了随机的砸车客 那么停在停车场里头的车辆总共有十几辆 可以看到呢 在画面当中 这全部都是被人拿石头给砸车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 轿车的后车窗被砸破了一个大洞 那么整片玻璃均裂 那么有些人是车窗全毁 玻璃碎片就堆在了地面上 那么可以看到呢 刑犯使用的工具 就是呢 在画面当中 被人丢在车子后座的座椅上的大石头 那么由于呢 停车场是属于开放式的 也没有人管理 也没有监视器 那么因此现在呢 警方紧掌握的线索 就是呢 一名年约40岁的男子 那么在犯案的时候 背了一个鞋背包 那么近期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累积了几十台的车被砸 那么现在呢 警方获报之后将全面来追气 免得再有被害人受害 以上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